大馬路中間有輛車燒成一團火球 路邊民眾看見嚇得趕緊幫忙報案 警校趕到現場拉提水線 將火撲滅 幸好車上已經沒人 事發就在高雄市大寮區 鳳平二路上 一名休旅車駕駛開到一半 突然發現車子前方的引擎蓋不斷冒煙 嚇得他趕緊下車逃生 沒過多久的時間 車子瞬間燃燒 然後煞車壞掉 拉手煞 手煞拉完 就清煙 清煙後樓下的空 這燒得滿嚴重的 對啊 應該很老了 這台車 休旅車被燒得一片焦黑 只剩下骨架 據了解這輛車是駕駛 跟朋友買的二手車 才剛買一個月 當下煞車疑似有些壞掉 拉了手煞車就開始冒煙 結果沒過多久就發生意外 但到底怎麼突然起火 也還得要進一步釐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